养殖业里的物种杂交 一般都是为了长得大长得快 这种杂交鱼的出现纯属是为了美味 这就是彩虹雕 乍眼一看 好像没吃过 也没见过 事实上已经祸祸了不少 人家的父辈祖辈 彩虹雕的别名很多 尼罗红是他 珍珠丽是他 还有一个一听就让人知道来历的苏宁 那就是红螺飞 说白了就是一条螺飞 就是换了个皮肤而已 可以这样说 市场上没有一条红螺飞的血统是清白的 红螺飞并不单指一种螺飞 一般情况下 所有暖色系的螺飞 都可以叫红螺飞 常见的就有红黄白三种颜色 理论上可以通过 大部分的螺飞品种杂交选育出来 每年春天 水温高于20摄氏度 繁殖场的工人就开始乱点鸳鸯 捞出清鱼池中适灵的种鱼 统一进行筛选 一条合格的种鱼 不但需要各大体状 身材还得匀称没有外伤 而且对体色也有一定的要求 像这种有污点的种鱼 在一些严格的养殖场会立马被淘汰 从某种角度来说 白花花的螺飞 其实并没那么健康 第一条开拓红螺飞市场的彩虹雕 是雌性白花螺飞和雄性尼罗螺飞的结晶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地方称红螺飞为尼罗虹 那是人家随爸爸性 在野外 白花对动物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安全系数那叫成倍下降 有点眼力的螺飞 估计都不想挑挑白的耍朋友 如果生下的孩子全是白的 那可能刚孵化就被祸祸了 最终白忙活一场 养殖场就不一样 鱼儿负责美 工人负责养 工母都是白皮 感情勉弹 凑合凑合得了 确认体型合格后 工人就开始分辨青鱼的雌雄 按腹部两点公三点母的特征 区分开工母 为了防止公多母少 造成青鱼间互相争宠 一般情况下 工人会给工鱼配三到四个女朋友 确保雌鱼能均沾雨露的同时 雄鱼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外耗 另外 这些公鱼并不是普通公鱼 雌罗飞鱼比较早熟 有些品种两三个月就开启生产 一旦加入了生产队 基本上很难再长大 雄鱼就不一样 一年输出几次种子 完全是不通不养 剩余的精力都用来长肉 生长快不说 体型还大 因此 只要是想赚钱的养殖场 都不想要母罗飞 那怎么才能确保鱼苗都是公的呢 秘密就藏在公鲸鱼身上 这些公鱼都是通过特殊手段培养出来的 身上的性染色体都是歪歪 只要对方能产卵 造出的后代都是儿子 工人把配好的鲸鱼放进婚房 很快他们就谈起了恋爱 在所有鱼类中 雌性罗飞鱼绝对是最勤劳 最负责的妈妈 然而辛劳的付出 全给人做了嫁衣 每隔一段时间 工人便对繁殖池里面的雌鱼 伸出魔爪 扒开嘴巴进行检查 发现有货立马取出 野外的罗飞鱼之所以容易泛滥 除了环境适应能力强外 跟雌鱼的勤快以及母爱 脱不了关系 在热带地区 它们可以全年无休地生产 有的品种 甚至一个月就能来一胎 每胎产卵几百科 而且生完孩子还带娃 把受精卵含在口中 直到鱼卵孵化后 小鱼能够独立生活才离开 大大提高了幼鱼的成活率 随即备占下一胎 就是这该死的责任心 在南方江河打下了一片天 为了减轻雌鱼的负担 提高孵化率 月薪的工人让他们母子分离 把鱼卵放进孵化盆中 进行为期七天左右的孵化 在这里 鱼苗什么时候出来 都在工人的掌控之中 孵化时间跟水温密切相关 一般情况下 在20到30摄氏度之间 水温越高 孵化时间越短 为了让鱼卵有在妈妈嘴里的感觉 工人保证温度合适的同时 还给他们一定的流水冲击 以及充足的氧气 几天过后 小鱼陆陆续续破膜而出 顺着水流来到育苗池中 新生的鱼苗靠卵黄维持生命 等到卵黄消耗完毕 工人就把鱼苗转移到更大的育苗池 投喂专用的饲料 不得不说 罗飞鱼是适应环境的王者 小小鱼苗生命力很顽强 超过90%以上 都能活着离开繁殖场 这些粉红的鱼苗非常漂亮 颜值跟很多名贵观赏鱼 比起来毫不逊色 可惜命运给他们开了个大玩笑 对于他们来说 漂亮没什么卵用 最终还得沦为鱼肉 等到体长两三公分左右 鱼苗就要搬家了 前往新的地方生活 工人捞起网兜里面的鱼苗 塑料袋充羊打包带走 另一边 为了迎接新的住户 工人开始打扫新家 虽然罗飞鱼对水质的要求无下险 但高密养殖的风险依然不少 鱼苗入堂之前得做个彻底的大扫除 避免一条染病全堂遭殃的情况发生 毕竟前一批住户走后 或多或少留下一些病菌以及垃圾 工人放干糖水清除过后的淤泥 晒干糖后撒上生氏灰 再引进新水养几天 直到水质达标才敢放育进来 他们的耐减性极强 经过盐度驯化还能在海水中生活 亩产万金不是口号 而是罗飞鱼养殖的现状 比起普通的罗飞 红罗飞除了生长速度慢了点 产量一点也不赖 工人按每亩四五千条的密度 把鱼苗投放在鱼塘中 这个看起来很拥挤 事实上比起水箱养殖 它们住的宽敞得多 这些直径不到十米的水箱 鱼几鱼是常态 几千条是常有的事 下面的鱼想上来吸口气 不知得穿过多少赌鱼墙 如此高的密度 这些鱼真的能活下去吗 千万别小看这些红罗飞 它们耐低氧的能力很强 短时间堆在一起缺氧没问题 不过长时间处在低氧环境中 体质就会下降 为了保证它们的身心健康 工人控制水体能见度 在二十到三十厘米左右 通过套氧连庸淋鱼等清洁鱼 改善水质 高密养殖 炎热的夏季 它们很容易缺氧致病 因此工人每天都神经紧绷 给罗飞鱼投喂两次 每次根据温度 以及鱼儿的进食情况 安排投喂量 显然它们的胃口很好 饲料一下 纷纷扶头争先抢食 罗飞鱼是杂食性鱼类 不论体型大小 更喜欢吃肉 这些量身定制的饲料 蛋白质含量超过30% 散发着浓郁的新香味 它们没有任何抵抗力 在营养餐的加持下 红罗飞们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长大 然而这种速度 和普通罗飞来比还是太慢了 普通的罗飞鱼 一般三五个月就能出栏 红罗飞却不能 它们用时间沉淀出 比普通罗飞更鲜更嫩的肉质 因此五六月份下苗的红罗飞 当年一般都不能离开养殖场 这就意味着在热带以外的地区 它们要过一个凛冽的寒冬 对于一条热带鱼来说 这是一场生命的挑战 每年11月左右 工人开始准备多种保温措施应对寒潮 常见的在鱼塘上方搭建一个防寒棚 确保罗飞鱼生活水温 保持在20摄氏度以上 顺利地度过冬天 在鱼塘生活七八个月左右 长到一两斤的红罗飞就可以出来了 通过精心的喂养和管理 外堂养殖的红罗飞 亩产一般能达到六七千斤 遇上一个勇敢的养殖户 亩产万斤也不是梦 工人用微网对鱼塘进行包抄 这种体量的鱼塘 以前全靠人力拖拽累个半死 如今有汽车上场打辅助 都不用半个小时鱼儿就聚集在一起 随后工人把他们赶进鱼兜 为了让他们保持冷静 工人往兜里放入冰块 热带云欲冷就会晕厥 此时他们的状态跟假死没什么区别 躺在网里任人摆布 最后由工人转移到水产运输车上 一部分作为仙云运网周边市场 一部分来到加工厂 去邻居内脏后 清洗干净 在淡盐水中腌制一夜 时间一到捞出真空打包 以半成品的方式卖给消费者 不得不说 红罗飞是一条优化相当成功的罗飞 通过杂交选育 罗飞的缺点他基本改了 换上了喜庆的皮肤 告别了腥臭的黑膜以及土腥味 肉质更加鲜美细嫩 加上本身没有肌肩刺 却是一条完美的评价好鱼 没有吃过的可以去尝一尝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会